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蓄水量最大的丹水湖 清澈见底 冬天结冰的贝加尔湖更是惊艳 因此有西伯利亚的名谋的美誉 在中国古城北海 是在当年的尼布楚条约里割让给俄国的 达旺 藏民心中的圣地 这里历来是我们国家的领土 水土丰饶 风景如画 也是六世达赖的故乡 直到1951年2月2日 印度军队侵入达旺 他才离开了我们 最后一个城市叫做尼古拉耶夫斯克 经爱辉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割让给了俄国 如今它同海参丸一样 一跃成了风景秀美的滨海城市 让人看了不禁愤闷 他们明明都是我国的领土 对此 小伙伴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